主題就是叫做YakuGuyo 然後YakuGuyo是我們德魯古的話 然後意思就是我是女人的意思 因為呢我就是過了30以後 強烈的感受到自己是女人這件事情 就是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屬於族群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真的就是比較個人的東西 然後我把這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因為族群的話就是以前那個 德魯古的女人一定要會織布 然後你會織布了以後 你才可以紋面就是會紋在臉上的臉 有一個假紋 然後就是每個人都必須要會織布 然後才能嫁人 然後因為我自己就是有德魯古這個協同 然後但是我是身在現代 所以我就是從女人這個點出發那樣子